大家好 我是大雄 2024年6月13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841天 过去24小时最大的新闻 是俄罗斯派出代表 其最高水平和最强战斗力的海军编队 进入美国的后眼古巴 这个编队包括喀禅号攻击核潜艇 以及搭载告示高超音速导弹的 戈尔什科夫海军上枪号护卫舰 这是他们首次抵达古巴哈瓦那岗 美国海军和空军飞机同时出动 在佛罗里达州上空监视 俄罗斯海军舰队编队 美国近期放开了乌克兰的武器使用限制 让乌军可以使用美制武器 直接打击俄境内军事目标 俄罗斯显然不会没有任何的表示 此次俄海军22350级导弹会舰 和855级攻击核潜艇 前途至加勒比海 但有强烈的反制的意思 你让乌克兰打击我本土 那我就给你的本土制造威胁 不过这次行动的态度意义显然大于实际 说若一艘攻击核潜艇 和一艘导弹会舰 就能对美国构成威胁多大 估计俄罗斯自己都不相信 回到战场上来 根据最新消息 俄国人开始在乌布昌斯克以北 距离边境有两个田地的地方 挖掘攻势 这是俄军开始转入首饰的一个明显型号 至此 乌汉人哈尔科夫前线的各个方向 都已取得了主动权后 为了扭转形势 俄军派遣大量的步兵部队 并动用大量预备队 不顾一切的反扑 但却遭到了乌军的猛烈打击 在枪头中 乌克兰第39战术航空旅的出动 苏-27S 接待基达姆12 制导炸弹 轰炸俄军阵地 所以在此前是难以想象的 足以看出 美国对海马斯开绿灯的重大作用 自从美国给海马斯开绿灯之后 美军将头号目标指向 俄罗斯的雷达和防空系统 俄罗斯人报告称 比尔哥勒德地区S-300和S-400的 各个组件被击中 克里米亚方向 昨夜乌军再次对半岛多个地点 发动了导弹袭击 其目标仍然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乌克兰总参部报告称 贝尔贝克附近的S-300系统和贝尔贝克 在马斯托布尔附近的 两个S-400系统的雷达被摧毁 事实证明 俄罗斯的S-300S-400 在战术导弹面前 极无防护能力 至于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诺夫结束 俄罗斯已经将一套S-500部署到克里米亚 准备接受美国导弹的检验 俄罗斯方向 阿特什运动的游击队员 摧毁了莫斯科地区的 克林市的P-41 资利瓦卫星通缉站 在另一方向 乌克兰柳蒂远程不振机 在达基斯坦共和国卡斯皮斯克上空被拍到 暂时还不清楚其袭击目标 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军员方面 德国国防部宣布将乌克兰提供价值7亿欧元的新一兰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为爱国者提供100枚防空导弹 采购将由德国丹麦挪威和荷兰合作进行 军援包还包括侦察和攻击无人机 火箭带小型武器和狙击武器 美国批准将乌克兰转让另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将在几天后部署到乌克兰 立陶宛国防部证实 立陶宛准备本周再向乌克兰运送14架M113APC 以增强排雷能力 阿根廷政府计划向乌克兰转让 武架能够携带反舰导弹的超级埃登达甲板攻击机 当然 更大的新闻是 七国集团领导人同一旦 更大的新闻是七国集团领导人同一 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援助 就像我昨天所说那样 有了欧盟的第一笔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会不断的被送往乌克兰 泽连斯基抵达沙特阿拉伯 其目标可能是防空系统 沙特人手里的家伙不少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他接受匈牙利的决定 进一步参加北约组织协调 对乌克兰援助的任务 作为回报 匈牙利不会阻止其他盟国的倡议 奥尔班表示 匈牙利反对北约组织在乌克兰的行动 但无法阻止 因为大多数的盟国都支持这一行动 从唱反调到不参与 也算是失实误了 亚伯尼亚总理尼克尔帕西尼昂宣布 亚伯尼亚正式退出俄罗斯领导的军事联盟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这仗继续打下去 估计中亚的1991就要上压了 由于美国实施新制裁 莫斯科证券交易所暂停美元和欧元的交易 这将适用于货币交换 股票和贵金属等所有市场 预计美元汇率将通过场外交易 而不是像网上一样 在交易所确定 就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 乌韩外长已公开喊话西方 希望将打击范围 扩大是俄罗斯全境 美国也表示 愿就此问题与乌方继续探讨 白宫虽然拜登无意升级战争 并不希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言语中暗含其实 已考虑允许乌军 在一定程度上攻击俄本土 值得注意是 乌方早在获得美国准许之前 就曾多次使用英法提供的 风暴应巡航导弹 随即克里米亚地区 由此可见 乌方一直在蓄意突破西方国家 走射的红线 将战火越发延伸至俄罗斯腹地 一旦战火烧到俄罗斯本土 激起俄罗斯全方位反击 局势极有可能走向失控和全面升起 俄罗斯一警告称 如有任何的西方战机 非法越境侵犯俄领空 将被俄方空军当场记录 从军事角度分析 这场冲突已经超出地区争端的范畴 西方国家大举介入 其中意味着 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隐患加剧 西方向乌军提供战略打击武器 鼓励乌克兰将俄罗斯列为合法目标 将极大挑衅俄方 引发俄方回应和实质性的报复行动 等战时期 美苏两大阵营就通过援助第三方军事力 在世界多个地区展开代理人战争 来规避直接军事对抗 时至今日大国军力消长 手段或许玩腻了 但代理人战争的危险仍未远去 此前美国坚称不会派遣军队参战 也反对北约军队揭入俄乌战争 但通过不断向乌克兰军队输送精锐武器 位于美国等西方国家 在幕后火上浇油 最终可能酿成大国直接军事对抗的灾难性后果 总的来说 西方国家积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 释放了一些危险信号 1. 鼓励乌克兰将俄罗斯列为合法军事打击目标 助长俄乌战火直接烧向俄罗斯腹地 加剧双方军事对抗升级 2. 给俄方带来威胁和调限 迫使俄罗斯采取军事回应 从而可能酿成大国激烈对抗 3. 加速了待人战争的风险 西方国家虽未直接出兵介入 却在幕后见军火纵身震透 令冲突趋恶化和时空 4. 缓和停火和促成核谈的努力可能会遭到破坏 双方陷入持久战争一谈 导致欧洲环境进一步的紊乱 西方国家幕后推手和5G供应商 火上交友式的调动矛盾 难免会被指责及推责 此番卷入俄乌冲突程度上折射出欧美国家 在这场战争中推波助澜的实质用心 无论出于何种考量 当前局面确实让和平与对话的机会渺茫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雄节目 不妨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由你